以後的立法院叫做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韓國瑜跟黃國昌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那這個新北跟臺北 雙北變成叫做雙黃 是民眾黨的這個佈局 那關鍵在於說 我覺得二零二六很有可能 民眾黨會全滅 什麼叫全滅 就是說他現在有兩個執政縣市 一個叫陳福海 一個叫高鴻安 那新竹跟金門 新竹都可能滅掉 二零二六很可能全滅 為什麼 第一個 陳福海不能選連任 現在選爸爸 如果沒有修的話 不能選連任 所以你民眾黨誰能夠接金門 誰能贊陳玉珍 對啊 這個金門 不是你今天想選就選得上 應該看樣子 國民黨可能就陳玉珍了 所以第一個金門 恐怕岌岌可危 新竹今年高鴻安的這個官司 會不會先拜拜 大概預計是今年中 就有可能 所以抽成遠距當副市長 就是所謂的副市長代理的 一個叫做備案 備胎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他一審不管有沒有貪污有罪 一定就是罷免就會啟動 對 那接下來這罷免的這個攻防 對於新竹來講 可能民眾黨在這邊要花很大力氣 那能不能二零二六還有辦法選 這個還有沒有適合的人選 這個都還是一個問號 國民黨不一定再讓喔 好 這是他們現有的這兩個縣市的部分 可是你換到這個雙北 乃至於桃園 台中 台南 高雄等等這些縣市 目前老實說以他們這個柯文哲這個 所謂的得票率比較高的新竹縣市 台中 桃園 苗栗 這幾個縣市的這個組成來看 大概三層上下 了不起三層上下得票 要當選一個縣市首長難度很高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 選市長的用意 到底是為了選上 還是為了服選小雞 那我們就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黃珊珊他在二零二二年 他拿三十四萬多票 兩成五的選票 但是他成功的讓台北市議會民眾黨 變成有一個第一個黨團 成立了黨團 他有四個議員 那同樣的他們派新竹市 因為他們主要是跟國民黨有基層的合作 所以新竹市雖然他們議員沒有選得很好 但是也是兩席 也至少是突破一啊 那其他的很多選 你看 新北他們沒有派市長候選人 那時候就只有一個陳世軒選上 台中沒有派市長候選人 一個江和樹選上 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就只能只有一個而已 那這這就是現在民眾黨的 二零二六的困境 他派這個市長候選的用意 很有可能只是需要一個母雞 拉台 拉台議員 讓每個地方有黨團 如果今天他的策略是這樣的話 那黃國昌跟黃珊珊 他們這種所謂的形式上的跑 跟他實際上要選上 是兩回事喔 就是他有在經營 有在耕耘 可是呢 他跟選上 他自己知道他自己要選上很難 但是他不能不選 因為他如果要為了要幫民眾黨 開支善業 要把這個小草變成草原 那他必須要去增加他的花圃 要把這個土地翻土 要去什麼灌溉 要去什麼的 那他必須要去選 所以我說這個雙黃 是他們最有本錢理論上 可是呢 柯文哲 在雙北其實選得不好 對 就是說他總統的部分選得不好 可是雙北你又不能不選 那你 我只能說 如果黃珊珊的兩層五 是所謂的天花板的話 那他們選不上的啦 可是卻足足有辦法影響 藍或綠 誰選上 對 尤其像黃國昌 我認為在新北的話 他的參選很有可能 蘇喬會會比較緊張 因為他的支持群眾 不是藍君的 藍君很討厭黃國昌 藍君討厭死了 這個你問沛依就知道 可是年輕人 他主要是吸引年輕人 這些所謂的倉粉 他能夠拿多少票 他的比例可能不會那麼高 可是當他拿年輕人越多的時候 他有關鍵力量 拿年輕人越多 對書巧會越不利 因為綠的盤 假設他們拿這個市長 大概就是四成多左右的 這個基本盤 如果今天黃國昌反而讓你的年輕人 都沒辦法增加的話 藍君也一樣拿到四成多一點的 這個基本盤 藍君反而有機會贏 所以我說這個選區 黃國昌他不見得是要贏 但是他有可能變成那個攪局者 而且順便把小機帶起來 那比如說像那個李友宜選完立委 就是要在新北選藝人 包括像現在傳出那個徐千晴 他們從新竹回到黨中 也考慮要在這個雙北來落地 所以這一些才是 他們民眾黨現在布局的真正的目標 所以只是黃國昌還有聲量 他可以用布局這件事情 製造二零二六的話題感 那你看你看柯文哲都講說 二零二六還很早啦 我現在還有兩年了 你現在問我什麼樣子 可是他其實是內心裡還是一樣 暗爽 又暗爽 你看你們 你看我放一個黃國昌去開個服務處 每天都問我 在意的不得了 你看我那個鯊魚不用餵 你自己上鉤了 所以我覺得對於民眾黨來講 只要製造話題 對他們來講都是賺 鯊魚是在這裡的 第三tan 監督 不得了